以下是与格兰特·桑德芬的对话,他是一位数学教育家,也是3BLUE1BROWN的创作者,这是一个使用程序动画可视化来解释线性代数,微积分和其他数学领域概念的热门YouTube频道,这是人工智能播客。 如果你喜欢,请订阅YouTube频道,在Apple Podcast上给我们五颗星,在Spotify上关注我们,在Patreon上支持我们,或者只要在Twitter上与我联系,我的名字是Lex Friedman,听写为Fridman。 我最近开始在介绍结束后播放广告,我将在介绍一两分钟后播放广告,并且永远不会在中途插入广告,以免影响对话的流畅性。 本节目由CashApp呈现,这是App Store中排名第一的金融应用程序。 我个人使用CashApp向朋友发送资金,但您也可以使用它来买卖,存款比特币,仅需几秒钟即可完成。 CashApp还具有投资功能。 无论股票价格如何,您都可以购买任意金额的股票,例如价值亿美元。 经济服务提供由CashApp Investing提供,这是Square的子公司,是SIPC的成员。 我很高兴能与CashApp合作,支持我最喜欢的组织之一,名为FIRST。 他们以FIRST机器人和乐高比赛而闻名。 他们在超过110个国家教育和鼓舞着数十万学生,并且在Charity Navigator上有完美的评分。 这意味着捐赠的资金被最大程度的利用。 从Google Play的应用商店获取CashApp并使用代码Lexboxes将获得10美元。 CashApp也将捐赠10美元给FIRST,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一个组织,能够启发女孩和男孩梦想着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现在,接下来请听我的与格兰特·桑德森的对话。 如果宇宙中存在智能生命体,您认为它们的数学与我们的不同吗? 直接了当地说,我认为外星人的数学肯定非常不同,它们的符号显然不同,对吧? 我认为符号可以指导数学本身的形式,跟它们的存在形式有着密切关系。 你认为它们有基本算数吗? 抱歉,我打断了你。 是的,我认为它们会数数。 像一、二、三这样的概念,自然数,那个极其自然,几乎就是我们最先想到的名称。 一旦你会数数,就会有重复的概念,对吧? 因为你可以数到二、两次或三次。 所以,你就会有这种重复数数的概念,这就引出了加法和乘法。 我觉得,我们将其扩展到实数的方式,其中有一些选择。 因此,就有了这个有趣的数字系统叫做虚数。 它捕捉了连续性的思想,是一个独立的数学对象。 你完全可以用它来模拟宇宙和行星的运动,作为你的数学后台,对吧? 然后,你仍然可以用相同的接口来描述你试图用数学来描述的物理定律或现象。 我想知道我们已经掌握的,基于不同数学家提供的不同选择所呈现出来的小片段,是否只是我们若有完全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或与宇宙互动的方式将呈现出来,那就只是冰山一角了。 你认为,符号是我们从数学历程中走过的关键部分? 我觉得,这是你最先会注意到的最显著的部分。 我觉得思考方式会对事物产生更大的影响,而不是符号本身。 但符号在我们思考事物时,实际上承载了很多重要的意义,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还要重要。 我可以自信地说,你在符号方面有最喜欢或最不喜欢的符号吗? 它们对于效率有什么影响? 嗯,是的,我最不喜欢的一个话题,但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可能会制作一个视频,不过具体时间不太确定。 这个话题是关于自然常数E的,我们可以将其写成函数E的X四方。 它是一种普遍的指数函数,用E的X四方来表示,这暗示着你应该想到一个特定的数。 这是大自然中的常数,你需要反复地将它乘以自身。 然后你会问,E的根号两四方是多少? 你会发现,我们延续了反复乘法的概念。 这是很好的,非常好的。 但非常有名的一点是,你可以得到E的圆周率I四方,这时我们就在把反复乘法的概念扩展到负数上。 你可以这样想。 但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表达方式,这个指数函数本身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表示。 你可以从解决的问题的角度去考虑它,一个非常简单的微分方程。 这通常比试图扭曲反复乘法的概念更能提供更多的洞察力,就像把它的胳膊扭到后面,然后把它扔在桌子上,并说你必须适用于负数,对不对? 这不是很有教育意义。 因此,反复乘法实际上忽略了E的主要作用,及E的X四方的威力。 我的意思是,它解决的问题是,某些东西的变化率取决于它自己的价值,但更具体的说,它是线性的。 例如,如果你有一个正在增长的人口,它的增长率取决于已经存在的人口数量,这看起来像一个漂亮的指数曲线。 谈论反复乘法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可以问,在一年、两年、三年后,这里有多少人口,每年增加多少,你需要乘以一个数字。 关系有时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说,你有一个绳子上的球,就像玩捆球的游戏一样,对吧? 你说它的速度总是垂直于它的位置,这是描述它的变化率与它所处的位置有关的另一种方式,但它是一种不同的运算。 你没有对其进行缩放,而是进行了旋转,这是一个90度的旋转。 这就是像副指数这样的整个概念,试图捕捉的内容,但在表示法中它被混淆了,当它实际上是在说,比如解析一个E的πI这样的东西,它是在说选择一个圆点,始终沿着与从该圆点到达你的向量垂直的方向移动,好吗? 然后,当你走过那个半径的πI时,你会走了一半,就像这样。 这就是它所描述的现象,但是,试图将重复将常数乘入其中的想法扭曲了过来。 就连人类智能花费的时间都无从计算,他们试图将其解析为他们自己喜欢和需要的形式,其中包括科学家、电气工程师或各地的学生,如果表示法有些不同,或者从一开始就介绍这整个功能的方式有所不同,我认为这可以避免,对吧? 你在谈论数学中最美丽的方程,但它仍然相当神秘,对吧? 你让它看起来像是表示法所带来的神秘,但我认为,这种神秘感来自于它代表的那种非常漂亮的东西。 这种想法是,如果你采取90度旋转的线性操作,然后对其进行这种一般的指数运算,你得到的就是所有其他类型的旋转,这基本上是说,如果你的速度向量垂直于你的位置向量,你走的就是一个圆,这真的很美丽。 它并不是世界上最美的事情,但还算漂亮。 我认为,它的美来自于符号的笨拙,但仍能完美地配合,因为有好几个学科汇聚到一个方程中。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的。 你会发现,像数字意义这样的东西很重要,它经常出现在概率和微积分中。 这个数字在数学中是非常重要的。 当它与圆周率、虚数等符号结合时,你会看到它与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数学常数混杂在一起。 我认为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当你有向指数增长和衰退这样的关系时,异数就会出现。 它表示,一个物体变化的速率与自身的比例相同。 类似的法则也描述了圆周运动。 因为我们的符号表示不好,我们只能用它的余数来描述它的作用,如人口增长或负利的作用。 与此相关的常数就被尴尬地放入了旋转的背景下,因为它们都来自于相似的数学公式。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意义和派比纯自然的数学,表示更加紧密地并置在一起。 这里是我如何描述它们之间关系的。 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我们可以称其为EXP函数。 当你输入意识,就会得到一个叫做意义的不错的常数,它经常出现在概率和危机分中。 如果你试图朝虚数方向移动,它会周期性的变化,周期式。 这些都是与同意中心函数相关联的两个常数,但原因有点不同,或者说是正交的原因。 一个与你向实际方向移动时发生的事情有关,而另一个则与向虚数方向移动时发生的事情有关。 嗯,这些都有联系。 它们并不像那个著名的方程式式的联系那么紧密。 这就有点像把所有孩子都放到一个床上睡觉,如果让它们选择的话,它们会希望睡在分开的床上。 但你看到,它们都在那里,虽然有家族相似之处,但并不是那么密切。 所以,将其作为一个函数来考虑是更好的想法。 这是一个符号学的想法。 而且,实际上,常数意义代表微积分的这种数值表示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对吧? 微积分是研究变化的学科。 因此,使用一个常数来代表变化的科学,有一些认知失调。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是的,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符号学是那样发明出来的原因。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它的方式,在人口增长或复利等方面的背景下,把它看作是重复的乘法更好理解。 当然,这只是首次应用。 实际上,它是一个更普遍的函数,也许比单一的反复乘法更有意义。 但是,让我再回到外星人和我们宇宙的本质问题上。 你认为数学是被发现还是发明的? 所以,我们正在谈论外星物种可能发展出的不同种类的数学。 隐含的问题是,数学是被发现还是被发明的? 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发现相同的数学原理吗? 我这样考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我的看法是,有一个循环在起作用,你发现了宇宙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告诉你什么样的数学是有用的。 数学本身是有一定程度的发明性质,但在你可以发明的所有可能的数学中,都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发现,告诉你哪些是有意义的。 那么,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勾股定理。 当你看到这个定理时,你认为它是一个定义还是一个发现呢?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发现,因为它们使用物体建立自己的直觉,然后从中产生了数学。 所以,数学并不是来自抽象的世界,与物理完全分离,但我认为,越来越多的数学已经脱离了物理。 即使是现代物理,从前理论到广义相对论,20世纪和21世纪物理背后的所有数学都走出了人类能够理解的范围,例如超过三维,甚至四维以上的多维空间。 不,不,不,更高维度也可以非常的适用。 我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误解,也就是,如果你问关于五维流行的问题,那么它与物理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如果物理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五维流行或包含它们。 等一下,你是说你能想象一个五维流行吗? 不,不是的。 我的观点是,它对三维物理宇宙有用,尽管它本身不是三维的。 因此,这是有用的,即使是理解三维世界,拥有五维流行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它拥有状态空间。 但是你说,从某种深层次上来看,对我们人类来说,它总是回到那个三维世界,因为维度世界的有用性是从发现开始的,而后,我们发明了数学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发现。 是的,我的意思是,以勾股定理为例,它似乎是一项发现。 你手上有这些美丽的几何证明,其中包括了正方形,你在对面积进行修改,感觉像是发现了什么。 如果你看看我们是如何将二维空间的概念形式化的,例如22,就是所有时数队,以及我们如何在其上定义度量和距离,你会想,等等,我们定义了一种距离,使得勾股定理成立,这样很频繁。 但我认为,其他我们在22上定义度量的,是来自物理观察的一些规律。 而重要的是,你可以为其定义其他度量,只是这些特定的数学方法并不适用于我们所研究的物理世界,因为它们不符合勾股定理。 所以,我们做出了一个真正的,确凿无疑的发现,成就了一个发明,即一个对二维空间的抽象表示,我们称之为22,等等。 然后,你就可以将22作为一个抽象实体进行研究,这会带来更多的思想和发明,也引发了一些未解之谜。 这些未解之谜本身又可能带来新的发现,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掘有用的新事物,这样类似的过程相互促进。 所以,这不是一个二选一的问题,也不是说数学或物理的重要性高低问题。 在不同的时期,它们担任着不同的角色。 因此,我想问你理查德费曼的问题,沿着这个思路,你认为物理和数学之间有什么区别? 它们有巨大的重合部分,物理学家对世界有种神秘的直觉,这或许超越了数学。 这是它们似乎拥有的一个神秘艺术,我们人类通常都能拥有。 除此之外,还有美丽的数学严谨性,使你可以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构建出理解我们物理世界的框架。 那么,你认为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差别有多大呢? 我认为,数学是研究模式和逻辑的纯粹模式抽象化的学科。 而物理学显然立足于对我们生活中的世界的理解。 当你与不同类型的数学家交谈时,你会得到非常不同的答案,因为数学家的类型有很大的多样性。 有些人非常喜欢解决难题,他们的动机是纯粹的,他们可能会被组合数学等事物所激发,并且,他们喜欢构建解决问题的工具及应用于纯粹的模式。 还有一些科学家的动机非常具有物理特点,他们试图在他们之道将应用于物理学或者计算机科学的方面中发明新的数学或者发现数学。 比如混沌理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纯数学,但很大程度上是受特定应用主要是物理学的推动。 然后你有一种科学家,他们只爱抽象的事物,他们只喜欢将它拖向更加抽象的事物,那些感觉强大的事物。 这些科学家最初发明了拓扑学,后来深入研究了范畴论等课题,而且会探讨无限类别等问题。 这些科学家热爱拥有一个可以描述尽可能多事物真理的系统。 这三种不同动机的数学家会就这里涉及的关系给出非常不同的答案。 弗拉基尼尔·阿诺德·Vladimir Arnold就曾写过很多关于微分方程等领域的优秀著作,他认为数学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那是他对数学的看法。 当然,他在研究偏微分方程等领域,因为这是偏微分方程的研究动机。 但是,你会遇到其他人,比如那些特别喜欢范畴论的人,他们并不一定在思考物理问题。 这全部都是关于抽象和广泛性的威力,而这恰好是有用于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一个愉快的巧合。 然后你可以深入探讨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 纯粹的谜题和抽象的内容竟然能够描述基本的夸克以及其他所有东西。 那么你认为,为什么夸克的基本特征和现实本质是如此可压缩的,以至于可以用大多数相对简单的公式来描述? 我们提到了像史蒂芬·沃尔夫·拉姆这样的人,他认为存在着非常简单的规则来支撑我们的现实,但它可以创造任意复杂性。 但是还是有简单的公式存在,我问了一百万个没人知道答案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简单的,可能会有一个过滤迭代在起作用。 物理学家觉得有趣的唯一事情就是足够简单,可以用数学来描述,但一旦系统变得足够复杂,就会超出物理学的范畴,变成生物学或其他类似的专业领域。 当然,这是真的,也许有一些东西就像,只要你洗去它们中不重要的部分,总会有一些简单的东西。 从信息理论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有一些,你得到了它的最低信息组件。 但是我不知道,也许对于基本定律来说,要从根本上复杂起来,例如一组你无法结偶的方程,我真的很难想象,那意味着什么? 好吧,可能是我们认为物理定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相同的,或者类似于这样的东西,对此我们视为理所当然。 与这种可能相反的是,世界运转所遵循的规则在各个地方都是不同的,就像一个深度分布式系统,几乎所有事情都是混沌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混沌,而是指无法用方程式捕捉到的意义,无法像物理学那样,干净明亮的显示模拟世界。 我是说,我们几乎认为我们可以描述,我们可以有一个引力方程,远距离作用方程,我们可以有一些基础方式的方程,行星的运动方式,但是在原子尺度的低层次,材料的运转方式,在高层次,黑洞的运转方式,但它似乎不会像这样,还有无数其他可能性,其中没有一种能够压缩成这样的方程,所以它看起来很美。 也许正如你所说的,这很奇怪,这对我们的思维非常愉快,因此,我们的大脑可能有偏见,只关注宇宙中可压缩的部分,然后,我们可以发表论文,并有漂亮的E等于NC方程,真的,我想知道这样一个世界是否允许具有思考你正在问的问题的存在。 没错,就像人类原理,在这里,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出现一样。 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许宇宙实际上并不那么容易压缩,但我们的大脑进化成了只能感知可压缩部分的能力。 我是说,我们只是受限于有限生物系统的原类后代,因此,我们是非常有限的小型计算机,计算器只能感知某些事物,而实际世界更加复杂。 不过,我们能做一些非常棒的事情,不是吗? 我们就像可以开飞船一样,必须要有某种现实联系,才能够基于我们潜在简化的世界模型,然后实际上扭曲世界,去符合我们的意愿。 所以,我们有某种现实检验,比如物理学不会太偏离实际,仅基于我们所能做到的事情。 是的,我们能飞行是很棒的事情,它证明了我们所使用的规律是有效的。 我向互联网提到,我正在与你交谈,所以,互联网给了一些问题。 对此,我感到抱歉,但是你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模拟世界里,宇宙是一个计算机或宇宙是在计算机上运行的计算吗? 这是可以想象的。 我不认为的是,你知道,会有这样的争论,即假设确实存在模拟,那么,模拟的世界本身最终也会运行模拟。 然后下面的第二层会创建第三层,以此类推。 因此,在那些层中随意挑选一个,我们可能处于其中一个被模拟的层中。 我认为,如果对任何物理世界中的信息处理有某种限制,结果就很快就会出现可存在的层数的限制。 但是,因为模拟起来,像我们的宇宙这样的宇宙所需的资源,很显然是相当多的,仅就参与的位数而言。 那么你可以问,哪一个更有可能? 在向最高层的宇宙中,信息处理的能力是无限的,还是有某种限制,限制了可用的层数? 如何对信息处理容量进行某种概率分布? 我不知道。 但是,人们几乎总是假设,在所有可能存在的原层中,存在某种统一的概率,这有些类似于帕斯卡的赌注,即你没有给予足够低的鲜艳概率,以至于仅仅存在那个无限的层级和本身就成为一个低概率事件。 是的,没错。 但是,要进行情境化处理也非常困难。 所需的信息处理能力量,以模拟像我们宇宙这样的东西,似乎是惊人的巨大。 但你总是可以将其乘以二的次方。 是啊,数字变得很大。 当我们看着天空中的星星和无限浩瀚时,理解任何事情都变得非常困难。 理解我们的渺小,地球上一切的不可能性,那么,基本上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所有的概率规律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所处的信息量非常低。 相对而言,我们几乎对周围的世界一无所知。 因此,当我思考模拟假说时,我认为它只是有趣的思考。 但同时,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思维实验,考虑计算的力量,图灵机的局限性,当前计算机的局限性。 当你开始思考人工智能时,我们能在计算机上走多远。 这就是模拟假说在我这里做一种思维实验使用的地方,宇宙只是一个计算机吗? 这只是一种计算方式吗? 这一切只是一种计算吗? 我们是否可以应用分析算法所使用的相同工具? 如果我们不断扩展,那么这些系统的任意权利将开始产生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一些有趣方面吗? 还是需要创建根本性不同的东西? 在我们的宇宙中,有趣的是,它不是任意大的。 你可以设定限制,例如,每个单位面积内可以存储多少比特信息。 就像所有的物理规律一样,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结合起来给出了一个限制,即在坍塌成黑洞之前,在给定范围内可以存储多少比特信息。 这种存在限制的想法至少会引发思考。 如果你天真的认为,技术永远可以变得更好,更聪明,并且可以把任意多的信息塞进一个小空间,那么这个想法更加值得探讨。 因为最高层次的存在,很可能并不容许太多的模拟,或者模拟的复杂度达不到我们期望的规模。 当然,同样可能存在无数模拟,但我想表达出的是,当我得知这一事实时,我感到惊讶,也就是信息具有物理性质,这有着本质的有限性。 从数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你如何将这两者交融在一起? 你对无限概念感到舒适吗? 我想应该是的。 您可以接受吗? 我还好,不过,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我不知道,比如有多少个单词,多少个可能存在的字母字符串。 这是一个美妙的数学命题,我们在科学、数学和工程中使用无穷大,但问题是你说存在,你是说字母还是单词? 我说的是单词。 为了让单词存在,你必须开始说或写它们,或者列出它们。 这是一种实力化。 好的,有多少抽象词存在? 嗯,抽象概念和想法的概念。 我认为,我们应该明确术语。 我经常思考智能问题,比如人工智能。 你不觉得它所做的就是一种抽象吗? 抽象是构想宇宙的关键吗? 你需要获得原始的感官数据,每次你微微移动脸部,我的视网膜像素不同,并且会完全改变,但我仍然可以有一些连续的概念。 比如,我正在和Lex交谈,需要的是你向我呈现一组不同的可能图像,但它们都统一在概念这一点上,对吗? 这是一种抽象的方式。 它可以适用于我看到的许多不同图像,并以一种更加缩,更具韧性的方式表示它们。 同样的,如果我在谈论作为一种抽象的无限,我并不是指类似于无法言说或类似的非物质性迷信。 我的意思是,它是一种可以适用于多种情况的东西,并且共享某些共同属性,就像你脸上的图像一样。 它们有足够的共同属性,我可以将它们归纳为一个单一的概念。 同样的,无限是一种抽象,它非常强大,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抽象才能真正理解世界、逻辑和事物。 对于无限来说,我认为关键的实体是始终能够增加一个单位的属性。 无论你列出多少单词,你只需在其中一个单词后面加上A,就可以得到另一个可想象的单词。 你不必一次想到所有的单词。 正是这种属性,即我总是可以再加一个,赋予了它这种无限性质,就像你脸上的某些属性赋予了它独特的概念性一样。 因此,无限应该并不比我可以始终再加一个更令人担忧。 这是一个非常优雅的表述方式,比我能够做到的还要优雅。 所以,谢谢你将其作为另一个抽象呈现出来。 是的,确实,这就是我们的大脑、智能系统、编程和科学所做的。 这就是我们构建抽象层级的方式。 然而,在某个点上,我们所做的抽象可能会进入迷信的领域,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这样一种思想体系,极为有接地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 一切其他的都有助于解释这个问题。 在某个时刻,你可能会开始浮想连篇,这些想法又超现实又困难,并带我们进入与现实毫无关联的领域,我们永远无法回到现实。 如果我们称这些抽象为概括,那么在你的脑海中会产生怎样的不同感受呢? 你所描述的现象是过度概括。 当你试图拥有一个如此泛化的概念或想法,以至于在实际应用中无法特指任何事物,那么这是否符合你所思考的? 首先,我只是开玩笑,抛出一些反对意见。 我认为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思维不能想象。 所以,你在可视化和视频方面做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 对于我们的思维来说,无限是非常难以想象的。 我们可以欺骗自己以为我们可以想象它,但我们不能。 我不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我认为这非常困难。 因此,数学中有一些概念,比如多维度,我们可以谈论, 但是,我们无法真正直觉地理解,这让我感到很危险。 希望我们不要将它们作为我们的抽象工具箱的一部分。 我代表你的听众,我几乎担心我们会变得太过哲学。 是吧? 当然不是。 我认为对于任何特定的想法,都有多种角度来看待。 我认为,当我们想象无限时,实际上,我们在做的是,在页面上写下点,点,点,对吧? 1,2,3,4,点,点,点,对吧? 这些都是页面上的符号,暗示了某种无限。 你所用一点设计表达的是,我总是可以再增加一个属性。 如果你试图过于具体化它,以至于你拥有无限多个事物的带子, 那么我和你一样不舒服,我认为,并不是1,2,3,4,点,点,点,1,2,3,4,5,6,7,8。 我试图把这些东西都搞明白,但你会意识到,你的大脑可能会塌陷进一个黑洞里。 所有的一切,对于我自己不擅长的数学内容,我常常感到困惑。 我经常在读这些文本时感觉,这是如此抽象,我就是无法理解。 我只想找些具体的东西来帮助自己理解。 我的频道的灵感也来自于这种情感。 因为我深信,理解的过程中层次清晰非常重要。 我们不能总从头开始给出定义,比如说,向量空间的定义,这是我们开课的方式之一。 我们先说这是什么,有哪些属性,再从这些属性开始推导。 我不认为这是理解的方法。 理解的方法是,从能够到达的最低层次开始, 你可能首先想到的不是一个向量空间,而是一些具体的向量,就像一些数字列表,或者是一个箭头的形状。 因为这些量是可见的,比数字更加具体,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坐标轴上它所代表的距离。 你说的是非常具体的,因为如果你要将其呈现在视觉上,那它就必须是具体的,对吧? 它是一个真实的箭头,一个真实的向量。 你不是说一个所谓的实量,可以应用于任何可能的事情。 如果你要进行说明,你必须选择一个。 我认为,这就是处于视觉媒介中的力量,或者,如果你正在编写教科书,并强迫自己插入大量图像, 每张图像都是一种选择,每个选择都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每个具体的例子都能帮助理解。 抱歉打扰了您,但您让我意识到这一点确实是正确的。 因此,虽然有时候在谈论抽象概念,但您所创建的可视化,实际上是一个明确的低级别势力。 是的,在代码中,实际上需要说明向量是什么,箭头的方向是什么,大小是什么。 因此,可视化本身实际上是到底层的,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我在写剧本时,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即在甚至没有开始制作视觉效果之前,我的第一反应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会说出抽象的东西,我说出强大的定义,然后再用例子来填充。 但是事实上,当你反过来时,它总是更具吸引力,更易于理解。 相反,你让别人的大脑做模式识别,你只需向它们展示一堆例子,大脑就会在它们之间感受到某种相似之处。 当你引入定义或公式的时候,它就在阐明已经在大脑中构建的事物,这些事物是基于观察一堆具有某种相似性的例子而建立的。 公式所做的是阐明这种相似性是什么,而不是一堆需要后续视力来填充的高认知负荷符号,假定有人仍然与你在一起。 你在数学领域中遇到过哪些最美丽或令人敬畏的想法? 我不知道,也许它是你在视频中探索过的想法,也可能不是。 什么东西让你停下来思考了? 什么是最美丽的想法? 无论大小,我认为最美丽的东西通常是你略微理解了一点,但肯定不是全部理解。 正是那种神秘感让它变得美丽。 对于你个人来说,发现这个想法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呢? 几乎就像是那个啊哈时刻的跃进。 所以有件事情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记得小时候有这些小小玲珑的书,我想系列名叫木头书,或者类似的,左边有非常简短的描述,右边有图片。 我不知道它们是为谁准备的,可能非常松散地定位于儿童或类似的人群。 但它绝不能只是为孩子们准备的,因为它们中有一些是我在描述的。 在其中一个书的最后一页,在非常微小的地方,有一个公式,在左边的手上,对所有的自然数求和。 就像一加二加三,无穷尽下去等等,而在另一边,则对所有的质数求机,并且与所有的质数相关的某个东西。 就像任何热衷于数学的年轻人一样,我可能已经被灌输了质数有多么混乱和令人困惑的观念,因为它们确实如此。 看到这个等式的一遍,你会发现一个方面是如此简单明了,就像你能够得到的技术数字一样。 而在另一侧,则是所有的质数。 就像这样相关吗? 一个简单的描述,包括所有的质数都聚集在一起吗? 这就像是泽塔函数的欧拉成绩,这是我后来发现的。 这个等式本质上编码了算术基本定理,每个数字都可以表示为一组唯一的质数。 对我来说,这个方程或这个函数,我并不是很理解。 学的越多,它就越美丽。 你能想象出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你可以用一组非质数的数字来代表质数,这就是让人着迷的地方。 这些数字有点像函数的非平凡零点。 虽然有很多东西超越了我的理解,但随着更多的学习, 依然有足够的神秘感来吸引我。 所以,每当有一些微小的谜团在我的理解之外时,我会很有兴趣去了解这个过程,这是靠自己的思考还是阅读呢? 回答是阅读。 视觉化的过程是否会帮助你揭示更多信息呢? 视觉化确实有帮助。 例如,在我尝试理解解析言拓和尝试将负函数可视化的时候,这就引发了一个有关函数的视频。 这个视频标题大概是可视化黎曼函数。 这个视频的创作源于我编写代码时尝试去理解其中某个要素,然后我研究它,惊叹于它的启示。 随后,我决定制作一个视频介绍这个概念。 但是,你需要尽可能多的阅读。 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人想开始了解这个问题,并且他们有数学的背景,例如在大学里学过一些数学,那么,苦林斯顿的《数学同伴》杂志上有一篇关于解析数论的很好的文章。 它本身就有很多参考文献,任何一个参考文献都会让你开始自己的探索之旅。 你试图理解事物,我试图在学习过程中了解视觉方面的东西。 虽然当时没办法做到,但当这种能力确实帮助到我的时候,我会非常感激。 你会识别出共同的主题,比如在这个问题中,复理业变换的兄弟变换Cousins也被引入进来,你会意识到,即使在这些文本中没有明确提到,深刻的理解复理业变换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试图去了解普通玩家的感受,但我要再次强调,当我试图理解黎曼函数的零点与质数分布之间的确切关系时,我感到非常困惑。 我肯定比一年前更好的理解了这个问题,我肯定在这方面的理解比专家们少一百倍。 但是,到达那里的缓慢之路是有趣的,迷人的,像你的问题所说,非常美丽。 美丽在于,在旅程中而非目的地,一个很大的部分,我认为,就是每一件事都不感觉是任意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部分,就是说,你有这些不可预测的,对,这些非常不可预测的模式或者这些特定函数的复杂特性。 但与此同时,它不感觉像是人类曾经做过一个任意的选择来研究这个特定的东西。 因此,你知道,感觉就像你正在与模式本身或者自然本身交流。 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认为,对于那些过于任意的事情来说,其美丽实在是很难体现出来的,因为这是刻意的这个词想要应用的东西,对吧? 而当它们不是任意的时候,你就能够运用清晰的抽象和直觉去理解它。 首先的问题之一,它让你感觉好像如果你遇到另一个智慧文明的话,他们也会研究同样的东西。 也许使用不同的符号表示方式。 当然,没错。 这就是说,我认为,如果你和那个文明进行交流,他们可能也在研究黎曼函数的零点或者它的某个等价的表亲之类的东西。 但这可能已经在他们的日程安排上了。 每当有人做了很多惊人的事情,我都会问这个问题,你也一定会在你的生活中越来越常听到这个问题。 那你最喜欢制作的视频是哪一个呢? 哦,我最喜欢制作的视频之一是,谁关心拓扑学? 你想让我播放吗? 如果你想,那当然可以。 这个视频主要讲述了一个数学上至今未能解决的问题,叫做那些正方形问题。 你画出任何一个环形图形,然后你问,这个图形上是否有四个点可以形成一个正方形? 这个问题看起来毫无用处,对吧? 它并不能回答任何实际问题。 但有趣的是,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问题。 如果你稍微把它改变一点,你问,你能否总能找到一个矩形呢? 你选择这条曲线上的四个点,你能找到一个矩形吗? 这是很困难的,但是可以做到。 路径涉及到的事情像是观察一个环面,这是一个在表面上只有一个孔洞的曲面,就像一个甜甜圈,或者是看一个墨比乌丝带。 这些感觉上,与我小时候学习这些曲面和形状时的情况非常不同。 你学到的是,哦,这个墨比乌丝带,你拿一张纸,扭曲一下,粘在一起,现在你有了一个有一个边缘和一个面的形状。 作为一个学生,你应该想,谁关心呢? 这怎么帮助我解决任何问题? 我认为数学是关于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喜欢的数学部分,就是描述这个问题的论文中的部分。 这个论文的作者叫Vong,他的出现非常自然。 他代表着什么是很清楚的,他正在做某些事情,而不仅仅是在和材质玩耍,而且他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美妙。 所以,将这一切具体画下来,就像我说的,当你必须把图像放到其中时,他要求屏幕上的内容是你正在描述的非常具体的例子。 这里的构造非常抽象,你需要描述这个三维空间中非常抽象的表面。 那么,当我在寻找自己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并没有编程,而是使用了内置于OSX中的绘图软件来绘制那个3D表面。 你会意识到,哦,拓扑论证明是非常非建设性的。 我必须做很多额外的工作,才能使表面显示出来。 但一旦你看到它,它就很漂亮,看到特定的实力也非常令人满意。 你也会感觉到,啊,我实际上添加了一些东西,在原始论文的基础上,展示了完全正确的事情。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论据,但你看不出它的样子。 我在看到它的样子时,找到了一些满意的东西,这只能从强制函数中实现,用来描述我正在谈论的事情的屏幕上的某种图像。 所以,你几乎不能预料到它的样子。 我毫无头绪,我完全不知道。 但这很棒,对吧? 它完全像悉尼歌剧院或某种弗兰克盖里Frank Garrett的设计。 你知道它将成为某个东西,你可以说各种各样的东西。 比如,哦,它触碰曲线本身,它的边界是2D平面上的这条曲线。 它都在平面之上,但在你真正画出它之前,这件事情非常不清楚。 看到它,非常,非常令人愉悦,对吧? 所以制作它很有趣,分享它也很有趣。 我希望这位一些人阐明了拓扑结构来自哪里,这不是任意玩弄建筑制。 所以让我们,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谈谈你的过程。 你有一个想法清单。 所以这是有点苦恼的和聪明头脑的诅咒,使我确定你有一个列表增长的速度比你能利用的速度快。 现在我领先了,绝对没错。 但是,还有一些排序程序取决于心情、兴趣等等。 好的,你先选择一个想法,然后需要试着编写一个故事情节。 这是怎么样的呢? 如何使这个想法既美丽又清晰地解释出来? 然后,会有一系列的可视化效果与之相配合。 在写故事和附带的可视化效果时,是否遇到过有趣、痛苦或美好的部分呢? 嗯,其中最痛苦的就是,你选择了一个自己想做的主题,但是却很难想到如何构建脚本结构。 我已经在这上面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了。 我认为,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它放一放,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脚本就会更自然地流露出来。 因为你不想让一个故事情节过度运作,你想得越多,就越不能理解那些还不了解你正在尝试教授的东西的学生。 谁是你脑中的评判者? 是什么人? 什么生物或本质在说这很糟糕或者非常好? 而你之前提到了你在思考的学生,可以谈谈他是谁吗? 那个完美主义者说,这很糟糕,你需要再多花两三个月的时间来优化他。 我不知道。 我觉得那就是我的过去自己。 我认为那个实体是我最想要理解的,就好像拿着我以前的自己,因为那大概是我唯一认识的人了。 所以,我从我认识的版本自己开始,他还不懂这个东西,对吧? 然后,我就试着以新鲜的眼光来看待他,一个特定的视觉或脚本。 比如说,这个脚本有没有激励性? 有没有意义? 这有它的缺陷,有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在说一些只有我自己才会感兴趣的动机。 我做了一个关于四元树的项目,我真正想要理解的是,在四维空间中,他们在做什么? 能不能看到,他们在四维空间中在做什么? 我有一种思考的方式,真正回答了我脑海中的问题,并让我感到非常满意。 通过三维图形的具体思考方式,我可以看到,他们对四维球体做了什么。 所以我很高兴,这正是我过去想要的东西。 我制作了一个视频,我相信其他人也需要它。 但现在看来,我认为,大多数想学习四元树的人都是机器人工程师或者图形程序员,他们想了解如何使用四元树来描述三维旋转。 而他们的用力实际上略有不同,与我过去想要的有些不同。 因此,我不会像那些从我是机器人程序员,我想知道如何使用四元树将位置描述在三维空间中这个角度来学习的人推荐这个视频。 对于这种情况,还有其他很好的资源。 如果你想问,但是,它们在什么意义上是在四维空间中操作的呢? 那就回来看看这个视频。 但在此之前,只要说明这两个角度略有不同。 很有趣,你有关于神经网络的很棒的视频。 从我的角度来看,因为我可能,我是说,我看过神经网络的基础介绍,从不同的角度看了无数次,这让我认识到呈现知识的方式很多。 你做得非常好。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呈现,也很棒。 创造一个有关基本概念的美丽演示,需要创造力和天才等等,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 神经网络的这个视频让我认识到这一点。 正如你所说的,你有一定的心态和观点,但如果从物理学的角度,从神经科学的角度,从机器人的角度,或者从纯学习,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待神经网络,都会有不同的视角。 所以,你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视频,你已经用一些实际的概念进行了尝试,比如说,在欧拉方程中采取了不同的切入点,对吧? 你已经做了三个视频了,我确定,至少还会再做一个,对吧? 永远不够,永远不够。 所以,你不认为这是最美丽的数学方程式吗? 就像我说的,因为我们所表示的方式,它是最丑陋的之一。 它涉及到我们符号中最丑陋的方面。 我谈到了意义,我们使用派而不是的事实,我们称虚数为虚数,而且,因此,我实际上想知道,我们使用爱是否因为想象中的原因。 我不知道这是否历史上准确的描述,但至少很多人看到爱,就会想到虚数。 就像这三个事实,它们是为了增加更多的混乱而存在的,我们将它们整合到了一个方程式中。 好吧,那只是非常丑陋,对吧? 这个想法是,当你把记号去掉时,它确实会联系在一起。 就像没事,它很漂亮,很好看,但并不像宇宙中最惊人的事情那样让人震撼。 这可能是我想到的,就是一旦你理解了某些东西,它就不会再有同样的美感。 就像我感觉我理解了欧拉公式,我感觉我已经足够理解了。 可以看到,刚醒来还没穿好衣服,有点昏昏沉沉的版本,眼睛下面有眼带。 所以,你已经超过了约会阶段,你不再约会了,对吧? 我仍然在和Z的函数约会,它很美丽,而且正确,我们一起玩得也很开心,这是多巴胺高潮的部分,但像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安定下来,进入更加频繁的关系。 我看到它真正的本质,它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很美丽,但不会有同样的浪漫气息,对吧? 嗯,这就是数学的好处。 我认为只要你不是永生的话,某些方程式就会一直有足够的神秘和乐趣存在。 即使你是永生的,问题提出的速度也比答案出现的速度快得多。 如果你可以永生,那么你会选择永生吗? 我想我会选择,是的。 那你认为,你不认为有限的寿命是赋予生命意义的事情吗? 如果你25岁就死了,你的生命就会变成四倍有意义吗? 所以,这就无限接近无穷。 我认为你和我都很有趣。 因此,我说过的是无限,而不是长四倍。 我说的是无限。 因此,有限性的实际存在,即使长度不同,也是让它们有意义的关键因素之一。 从我对心理学的理解来看,它是如此深刻的人性特征,是人类条件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 我认为至少对我来说,有关死亡的思考,在我的时间中所占比例非常小,只有很小的百分比。 你指的是什么? 我是带逗你。 是自我意识吗? 本我还是超我? 是反思自我,是将所有这些东西转化为言语的Vernic区域。 是的,只有你心灵中很小的一部分,才能真正意识到驱动你的动机。 但我的观点是,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并不想死亡,但我仍然感到非常有动力去创造事物,与人交往,体验爱情或类似的事情。 我非常有动力,而当我脑海中完全没有死亡的想法时,这种动力又是如此奇怪。 这可能只是因为我还年轻,所以它还没有变得非常明显。 或者它藏在你的潜意识中,或者你已经构建了一种幻觉,通过享受当下来逃避你必须面对的死亡事实,这是一种存在主义的生活方式。 也可能是这样,如果枪口指着我的头,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是的,另外一种说,把枪顶在头上的方式,就是深度心理,反省我们内心的驱使力。 我想,对我而言,在某种程度上,当我看数学,看科学的时候,它们是一种逃离现实的方式,因为它们是如此美丽。 这是一个美丽的探索之旅,让你实际上能够获得一种永恒的感觉,探索观点和连接自己到似乎无限的东西中,比如宇宙,对吧? 这使你能够逃离我们身体,存在的有限本质。 还有什么能赋予这个播客意义呢? 没错,就是它最终会结束。 这个地方在40分钟内关闭,这让它更有意义。 我有多喜欢这个房间,因为我们将被赶出去。 所以我理解,即使你在嘲笑我,也不代表我是错的。 但我接受你的观点。 天哪,这将成为一个好的推特个人简介。 即使你在嘲弄我,也不代表我错了。 是的,我们背景的不同是有所区别的。 我是一点俄罗斯血统,所以我们有些忧郁,也许会赋予苦难和死亡等事情过多的价值。 我想这更适合写小说。 哦,是的,你需要一些存在威胁的元素来推动情节发展。 那么,你怎么知道视频做好了呢? 实际上还是很容易的,因为我会先写脚本。 我希望在其中有某种啊哈时刻。 然后希望整个脚本能围绕这个啊哈展开。 然后在每一个句子中添加相应的视觉效果,再进行叙述,最后把它们全部编辑在一起。 因此,当有了一个脚本,结束就变得非常明确了。 在制作动画时,我通常会改变一些具体的词汇,但有时候修改结构本身。 但从那时起,这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过程。 这使得预测什么时候完成工作变得更容易了。 如何知道一份脚本何时完成? 对于解决问题的视频来说,这很简单,当你感觉到一个不理解解决方法的人现在可以理解了,那就完成了。 但对于像神经网络这样的东西来说,就难多了,因为正如你所说的,可以从很多角度来攻击它。 只有在某个时刻,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并且回答了这个问题,对吧? 那么,对于那些可能处于学习旅程开始阶段的人来说,学习数学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呢? 我想,这是许多人都会问并思考的问题。 即使对于那些已经深入其职业生涯的人而言,他们可能已经上过大学或修过微积分等课程,但仍然想探索数学。 你会有想要花更多时间看课或读书的冲动,但试着强迫自己做比你自然情况下更多的练习题,这点非常重要。 你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解决具体的问题上,并寻找那些有精心策划的问题列表的实体,就像读教科书一样。 在课后的练习题中寻找问题。 所以,如果你在读章节之前看一眼那些问题,很多问题都不会有意义,只有一些问题是最值得思考的。 看一点章节内容,然后再看一眼问题,以此类推。 在你真正完成这个章节之前,不要认为你已经完成,直到你做了几道练习题。 这很虚伪,对吧? 因为我发布的视频,基本上从来没有与之相关的练习题。 我只是把自己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不同部分,这意味着我承认,如果你只看这些视频,你并没有真正学习,或者至少这只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 我认为,如果有人处于初学阶段,像我一样认为,可汗学院做得很好。 他们拥有一组相当大的问题,你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只是最基本的,开始入门,熟悉非常基础的线性代数,微积分等课程,建议使用可汗学院。 我认为,编程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学习编程,然后从这个角度出发,激发你对数学的兴趣。 我认识很多不喜欢数学的人,通过编程的方式来进入数学,这是让他们对数学产生兴趣的原因。 也许我有点偏见,因为我住在湾区,所以,更可能会遇到具备这种特征的人。 但我愿意推测,这是一条更具普遍性的路径。 因此,在创作视频时,你自己也在使用编程来阐明一个概念,但也可以用于自己的学习。 你会推荐别人尝试制作视频来学习吗? 这可以说是一种学习方法吧? 有一件事我以前听过,不知道这是否基于任何实际研究。 这可能只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数字意识,但它在脑海中引起共鸣。 你阅读的内容只能记住10%,听到的内容只能记住20%,与内容进行一定的主动交互,则可以记住70%,而教授给别人可以记住90%。 我曾经听说过这个理论,这些数字可能毫无意义,但它们似乎是正确的,对吗? 我愿意说,如果我再教授一些东西,我比仅仅阅读有更好的9倍的学习效果。 这甚至可能是一个低估,不是吗? 因此,主动尝试解释问题或教授他人对于巩固知识非常重要。 除了家人和朋友,你是否能够回忆起一段曾经使你真正快乐或者在某些根本的方面产生转变的时刻? 一段具有变革性的时刻,或者让你真正感到快乐的时刻? 是的,我认为有时候,音乐曾经是我生活中更重要的一部分。 当我还是个十几岁的青少年时,我可以想到一些在演奏音乐中的时光。 有一个人,像我的兄弟和一个朋友,这有点违反了家庭和朋友的关系,但是音乐让我感到快乐。 他们只是陪伴着我演出在一个滑雪度假村,你可以坐缆车到山顶,然后就在那里演奏。 然后在缆车上下行的时候,我们决定随意的即兴表演一下。 就像,我不知道,缆车从一个山丘上掠过,然后你看到城市的灯光,我们就像即兴演奏了一些音乐。 我不会说那是转化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那个时刻突然浮现在我脑海里以一种与我爱的人无关联的方式,而是与我所做的事情更有关系。 这件事情只是让我感到快乐,它只是一个美好的时刻。 我想我不能给你比这更深刻的东西了。 嗯,作为一名音乐家,我很想看到正如你之前提到的,音乐重新进入你的工作,重新进入你的创意工作。 我希望看到那样的情况,我肯定让它重新进入我的生活。 对于数学家来说,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对于科学家来说,让音乐进入他们的创作也是如此。 我想只会发生好事。 好的,我会尝试在2020年之前给你承诺一个音乐视频。 在2020年之前。 在2020年底之前。 好的,好的,很好。 给自己一个更长的时间。 好的,也许我们可以合作开一个乐队。 你会弹什么乐器? 我主要弹小提琴,但我也喜欢在吉他和钢琴上涉猎。 太棒了,我也是,吉他和钢琴。 所以,在数学家的悲歌中,保罗洛克哈特写道,首先要明白的事情是数学是一种艺术。 数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不同之处,如音乐和绘画,在于我们的文化并不承认它是艺术。 所以,我想我代表数百万人,包括我自己,谢谢你向我们揭示了数学的艺术之美。 所以,感谢你所做的一切,也感谢你今天的交谈。 哇,感谢您这样说。 感谢您邀请我来参加节目。 感谢您收听了我与Grant Sanderson的对话。 感谢我们的赞助商CashApp。 下代他,使用代码lexp-outres,您将获得10美元。 另外10美元将捐赠给First一个STEM教育非盈利组织,激励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成为未来的领袖和创新者。 如果您喜欢这个播客,请在YouTube博上订阅,苹果播客上评价五星,通过Patreon提供支持,或者在Twitter上与我联系。 现在,请容许我向您传达来自Grant和我喜爱的人之一Richard Feynman的智慧言词,没有人能弄清楚这个生命的全部内容,而且也没什么关系。 探索世界吧,深入去了解,几乎所有的事情都非常有趣。 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希望下次再见。